昨天五星新闻带大家了解到了贡丸 有查出含有抗生素以及绿霉素 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吃下肚子 新北市卫生局今天针对大卖厂所卖的贡丸 进一步的检验 结果有点名像新竹有福祭贡丸 还有其他的厂商像在云林彰化的都有被点到名 那么已经通令当地的卫生局做进一步的查证 香Q好吃的贡丸光是看就要流口水 继新竹市抽检出抗生素以及绿霉素之后 新北市卫生局也大动作针对大卖厂所贩卖的贡丸 进一步检验 结果发现在十件贡丸商品中 有高达四件含有依规定不得检出的绿霉素 绿霉素它本身是一种抗生素 它并没有办法依照烹煮就可以将它完全的破坏 卫生局已在第一时间要求下架回收 私家业者分别是新竹的福祭贡丸 绿霉素含量高达2.6ppb 彰化了福帽贡丸0.6ppb 云林的新竹特产贡丸以及正新竹贡丸 分别都有0.4ppb 绿霉素是不得检出的物质 新北市卫生局华谊市上游养猪的动物用药残留导致 目前已经要求卖厂全面下架 这种绿霉素吃多了可能会心脏出问题 以及红血球发育不全 被查出贡丸含有绿霉素的业者很生气 拿出检验报告自清 厂商所减负过来的一切的检验证明都合格 我们自己检验也合格 你要去查源头的养猪 为什么这些不合格的用药 你要让那些养猪去用 依照卫生管理法第11条 如果验出食品含有禁药 依规定将开罚6万到600万的罚还 目前新北市已经请当地卫生局做进一步查查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